我覺得奇怪的是當時文貴先生說到 有三個諾貝爾獎提名 包括生理、醫學諾貝爾獎 還有一個我不記得了 中共居然是針對嚴博士的和平獎 為什麼中共這麼多專家在全世界宣稱 自己是病毒的防疫先鋒 但沒有提名一個病毒類的專家來割作諾貝爾醫學獎 這次是中共最有機會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如果沒有嚴博士 中共很有可能將他的病毒學家 提名今年或下一年的諾貝爾生物或醫學獎 沒錯是中南山 他們甚至會以團隊形式出來獲這個醫學獎 但嚴博士一個人頂住了所有中共病毒學家這群人 所以中共現在在科學領域沒有任何反應 這個說明他們已經在科學領域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所以中共就只能夠割作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共心裡的一條刺 包括達賴喇嘛、劉曉波先生當時獲得這個獎 都是頂住了中共政府的壓力 中共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的投入和滲透 花費了非常多的精力 他們一直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他們的狼中之物 怎樣都要獲得 所以他們一定要推出自己的人選 我覺得他們愚蠢的是提名了香港警察 現在全世界 特別是歐盟都知道香港警察是世界上最黑 這個最不和平的勢力居然被中共提名和平獎 就像路德先生說的 中共除了拿一堆屎來整臭人 就沒有其他可取之處 諾貝爾和平獎提倡的是和平、民主、平等 但是在過去一年裡 香港是世界上最不和平、最不安全和最不民主的地方 中共提名香港黑警 不僅侮辱了諾貝爾和平獎 更是對整個世界和平、民主意識的污辱 如果被中共得逞 那整個世界的黑白就會被徹底顛倒 我覺得中共明知得獎無望 仍然拿自己最壞的東西出來黑人爭 好的路德先生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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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